中风的预警信号,你能识别吗?视频中踢沙袋的男人叫杰克,是个马拉松运动员。原本是在拍他和队友们的体能训练,却意外地拍到了他突发中风的情况。踢了几分钟沙袋的杰克突然失去了平衡走路不稳,他以为可能是滴血糖的缘故,后来他去捡地上的拳击手套,捡了几次都没捡到。 他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还和队友自嘲,但队友没有笑他,反而是立刻打电话叫了急救车。不久杰克就出现了语言障碍,右侧身体也麻木了。 到医院做CT检查,发现是大脑前侧出血,急诊手术取出血块,因为治疗及时没有任何后遗症,这件事表明,中风虽然多发于年龄较大的人,但也会发生在年轻和看起来很健康的人。 而且懂得一些医学知识,及时识别出中风的早期预警信号,对患者以后能不能完全康复非常重要。 那么中风的体征和症状都有哪些呢? 可以通过英文首字母缩写BFAS来记忆。 B是失去平衡。 中风患者可能会感到虚弱和头晕,站立和走路不稳。 E代表眼睛。 有些人会出现看东西模糊或重映。 F代表脸。 患者笑的时候会明显地出现一侧鼻唇勾变浅或消失。 嘴角下垂。 A手臂无力,无法抬起手臂。 拿不了杯子,甚至无法与你握手。 S是言语障碍,说话口齿不清,无法选择合适的词汇。 P是时间,立刻叫救护车去医院看急诊。 总之,识别中风的早期症状非常重要。 因为越早去医院,中风完全康复的机会就越大。